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哎呦 糟糟的捏 好看 依照你一年的經驗 你覺得要跑幾公里 十出頭吧 那你再看一下這個排檔桿 你覺得要跑幾公里 那依照這個手煞車 你覺得要跑幾公里 手煞車也要看 再來依照這個門板的這個 吊漆你覺得要跑幾公里 加一點啦 失誤啦 四萬六千八百零九公里 四萬 對 二零一零年的咧 怎麼可能 這車跑四萬多你相信嗎 相信喔 好不好 讓它無所遁形 搞不好真的四萬多咧 怎麼可能四萬多這樣啦 不要說聲鼓啊 知道嗎 我有失敗過嗎 我拍了那麼多集 你要賣多少我有失敗過嗎 好像有喔 哈哈哈哈 現在失敗就拍一集 慘悲 欸 怎樣 真的四萬喔 喔 真的咧 沒有紅字齁 對啊 那怎麼這樣 好啦 今天這個來去找阿呆 阿呆這個第一次買車 就中槍 好不好 我們現在去跟阿呆 告訴阿呆這個好消息 恭喜他第一次買車要中槍 好 反正這個東西 出來總是要繳一下學費對不對 很多觀眾朋友說我在買什麼梗 好不好 現在今天就讓你們知道 我買的是什麼梗 好 我們去找阿呆 阿呆 阿呆 走啦 阿呆 走啦 慶祝啦 慶祝啦 恭喜你阿 對啊 第一次買車就中槍 中什麼槍 呆董啊 呆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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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錢都給人家了 不是我的錢阿 是你的錢 不是我的錢阿 阿我可以扣薪水阿 這麼笨 這麼笨 好 走走走 好 你看這個 他在做變態 變態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變態 有沒有看到變態 是因為字幕君把他打變態 打他臉上 打變態 沒有變態 你這樣很可愛好不好 每天都在意淫人家 我沒有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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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哥 恭喜阿 厲害啦 你看到網友留言 也略知一惡了吧 看來網友真的很厲害 連網友都看得出我在聲音梗 你們這些剪片也看不懂 網友很聰明耶 他說小師 你拿到你買的時候 你都看不出來 自來車可能跑四萬多嗎 所以那時候你就知道了 廢話要不然耶 你看你騙我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這個車買下去 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 教育阿呆 這樣阿呆下次他就會 有警覺性 第二個 既然監理網站查出來 是正確的 欸 那我就有興趣啦 我們這車買回來 是不是可以去挑戰 監理單位的里程 到底是出什麼問題 或者是去挑戰前車主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或者是去挑戰前車主 去買的二手車行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又有 下一集影片可以拍給大家看 對阿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最後 怎麼處理這台車 是不是又一集 三集耶 題材是自己找的阿 而且其實這是這樣阿 那我就是擺持這個車 雖然他後期的照顧 看起來車況不太好 但是他股質是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買回來 我就花了一點時間 透過各式各樣的關係 甚至我也跟前車主聯繫 我就是想要知道 這個里程上面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對不對 這樣以後消費者 才不能完全的指向性 監理單位的查詢嘛 對不對 雖然我們都叫大家說 監理網站是可以去查的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監理單位下面有一行字 監理單位的里程 緊供參考 所以他也不會給你負責任 他有寫喔 有啦 放在旁邊給消費者看 這個是免責聲明 你懂嗎 就跟某機構驗車對不對 他幫你驗車 送你四千 送你五千 可是其他下面的那個 檢驗報告都有一條 我如果驗錯了 這個有泡水 結果我驗說沒泡水 你知道結論是什麼嗎 我就把四五千推你掉 那這樣我要驗車幹嘛 我為了你買了這台車 花了好幾十萬上百萬 結果你沒有驗出泡水 然後你只賠我四五千 啊我車買了怎麼辦 在社會打混 這免責聲明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你以後我們的騙子 提下言論 請供參考 不具任何代表意義 這樣我們就不會被人家爆了 換到車子對不對 然後這一集 我還可以順便就是回復一下 那一天的這個留言板 觀眾朋友的問題 那我先把他這個里程數的網站 先連網站開出來 里程數數值 依據當日車輛里程數表 顯示里程數值紀錄 請供參考之用 好不好 所以他是真的是有寫的 好那現在他就是 110年的五月 應該是這個我們收回來那時候 驗車是四萬六 那前一次的去年的六月 驗車四萬四 也就是這一年只開兩千對不對 差不多一年只開兩千而已 所以他現在表上就是 應該是我們上次過戶驗車的 幾層數啦 好 46813 欸上次有人有沒有 看到這後面這個分隔線 他說這46萬 468131這樣 這一個是分隔線喔 線比較細好不好 眼睛燈還亮著 馬上會亮眼睛燈的正常 我跟大家講齁 這台車車主買的時候 他是2014年的時候買的 也就是說這一台車是什麼 他買的時候大概三年多 的車子而已 四年的車子 好像2010年了嘛 他買的時候三萬多公里 在新北市某聯盟二手車行 買的 而且他車主有給我車行的名稱 現在還活著 你有去查嗎 我有去查現在還活著 那因為這個 我就不抱歉講哪一天車行 這不是地圖炮 我沒在新北市喔 是地圖炮嗎 是嗎 啊這真的啊 不然欸 我有沒有唬爛 來啦我喬好一個 這個說書的姿勢好不好 然後呢 他那時候買三萬多公里 好這次回來之後 我去查了 喔這個紀錄 我跟你講這要透過很多的關係 不是很好查 我們首先齁 我查到他這個20113年 年底的時候 在某拍賣場 有上去拍賣的紀錄 有觀眾朋友說這車牌怎麼換過啊 什麼就紀錄都不會出來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車牌都沒有換過 從歐到尾都沒有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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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號碼就是2011年那時候領的號碼 這是第一點 在這個2013年年底的時候呢 拍賣場有這台拍賣紀錄 那時候拍賣出去的里程式 9萬多公司 9萬多公司 對 所以那時候等於什麼 他三年多的車已經開9萬了 這個車行在拍賣場買到以後 在2014年的時候 他年底買的嘛 整理完 隔年 年初 客人買走了 買到手是變成3萬多公里 14年到這個21年 車主的確只開1萬多公里 這個我們也去跟車主求證過 你知道為什麼我求證過嗎 因為我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老實告訴我 這個狀況很簡單 我其實坦白說 我是可以告你 很簡單嘛 我告你 如果你真的沒有做調表換表的動作 你就告上一個 就一直往上告 就是一定往上告的啊 到最後查出是哪裡 里程數變少的 那依所有我們走證的紀錄 很明顯 是什麼時候標準 開賣場出來以後 就是第三年 對啊 那就看誰買走 誰賣出來 就這麼簡單嘛 一查就查到 就GG了嘛 這一定GG的啦 我跟你講這網上弄一定GG的啦 但是如果我告了客人 客人真的在他手上 不是開1萬多 他也有修過表或弄過表 那客人就GG了啊 所以客人一定要 我剛才講你一定要跟我講老實話 我們人出來 不是想要把事情弄大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只是要分享 所以你就跟我講你的使用狀況 所以他老實的跟我講 這台車當初他結婚前買 然後買回來開一陣子之後 他結婚了 又買了第二台車 然後他家是一條石巷子 這台車都停在這裡面 你知道那個石巷子怎樣嗎 他說他要出來 他要叫隔壁啊 鄰居啊 都幫忙移車 他這台車才出得去 所以他後來都開 後來結婚以後再買的車子 所以他說 就確確實實 買回來 一四到現在八年的 七年的時間 真的這台車只開一萬多公里 這是他跟我保證 好那我們當然 站在相信客人的立場 好不好 我不管啊 反正我們相信他 這是確實 然後呢 這個車我有請客人去查 原廠的里程數 原廠的里程數 跟我在這個拍賣場上 查到的資訊是一樣 他在這個2013年的時候 本來九萬多 最後一次進去 是九萬多公里 進去保養 原廠的紀錄 可是之後我們 這個車主啊 買第二手的車主 也都有回去原廠 但是原廠都沒有 告訴他他的表減少 都沒有講 都沒有講 所以呢 原廠一看到就知道表變少了 因為原廠都要key in 你進來保養的里程數 對不對 對 結果原廠都怎麼做你知道嗎 他看到表 剩下三四萬對不對 他還是打最後一次 九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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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客人後面又回去了大概三次 登記的里程數 都是九萬多 就最後一次 他們原廠 也沒跟客人講 就直接登記最後一次的里程 包養是真的 他沒有打四萬多 他九萬多 客人回去他沒有打四萬多 他還是打九萬多 九萬多 九萬多 然後他也沒跟客人講 不要有減少這件事情 好不好 整個這個狀況 就是這樣 好啦最後 我已經講解完所有故事了 那最後這台車怎麼辦 幾個方式嘛 一個地方去拍賣 直接拚得準 拍賣上面可以勾 里程 保證或不保證 然後我們上去直接勾 不保證把它拍賣掉 第二個 這個我後來想一想 他當初九萬多變成三萬多 就差六萬公里 那我們 如果把它整理好 花點錢 整理得漂漂亮亮 因為我覺得它底子還可以 就外面的漆 可能是用便宜的烤漆而已 那我們就把它整理漂亮 直接跟下一手的人說 不好意思 這個里程數少六萬多 欸其實你加上去才十萬多十一萬啊 其實就差不多啦 其實也還好啊 你覺得這個方式 我們可能會賠 會不會賠少一點 該可以把它加起來 再來一個是這樣 講到尖底戰的部分 為什麼尖底戰顯示是正確的 新車第五年才要開始第一次驗車嘛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2013年底跟2014年的事情 都在五年以內 那10年嘛 三年多四年的時候 被調表 所以被調完 成三萬多的時候 客人買了 滿五年的第一次驗車 就是四萬 就是三萬多四萬 再來每一年去驗車 就是照他的里程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所以在監理單位 他的里程是正確沒有問題 沒有迴轉過 因為他第一次去驗車就是三萬多 就被調過表了嘛 所以在監理單位 才會沒有顯示紅字 就是 的確這個客人買回來 從三萬多開始開 開到現在四萬多的每一次驗車 里程都是 緩慢的增加 所以是沒有錯 沒有問題 沒有倒轉 懂嗎 網友很多說 什麼換過排救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 只要下面被鑄氣紅字 不管你驗過幾次車 車子永遠都會在 不會行掉 不過這個還是跟大家分享 天理站的驗車 就是給大家做參考 其實是要多方便佐證 包括我常常講的 我們也是參考里程數正確 但是 你還是要以真實的車款為主 那當然我 我不知道每個人經驗不一樣 像阿大媽的 傻子 不會去懷疑一下 怎麼會這麼漂亮的女生 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會怕嗎 不會 你不會怕 這個有自信 你都知道 難怪你會中牆 以後出社會要小心一點 怎麼會有天上跳下來的禮物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有沒有危機意識 沒有 我相信人都是善良 真的喔 對啊 恭喜你 這樣也不錯 我先不要打擊你的自信心 好不好 過幾年我再來問你 好啦 阿大我剛剛講兩種方式 怎麼處理 翻心啊 蛤 翻心啊 翻心是不是 又有東西拍 反正撿老闆花嘛 你還沒講 我就知道你在講什麼了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側頭側尾 低拍 影情 內裝 外觀 都把它好好的討論一下 它做一個整理 好不好 那輪框換的我覺得還不錯 那唯一我現在 有一點猶豫在考慮的是 顏色 還是要中出 不是 我們要把它 維持現在的顏色呢 還是要把它 改回紅色 運動紅之類的 好不好 我們在討論 這個車從買回來 本來就是打車要跟觀眾朋友分享 所以把它買進來 順便訓練一下 它呆 不要真的跟它名字一樣呆呆殺殺 什麼 天上掉下來 然後給你什麼就吃 給你什麼東西就喝 被人家仙人跳 被巴皮 都不曉得 那這個 也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說 這有時候真的 做車行 我們還是要有一定的敏銳度 跟經驗 去做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就是 有很多人分享 車子在五年以內 其實是可以這個調表 不是說可以調表 這應該還沒驗車 所以很多人會問 小四哥 你這個里程數 你都說準確 那 他五年內如果調過表 你也不曉得 我跟你講其實就是要佐證 這個原廠紀錄 沒辦法 我們手頭上有的線索就是這樣 一台車從新車到賣給我們 要嘛就是有沒有驗過車 沒有 那怎麼辦 我們就找這個原廠 我跟你講我跟大家分享 好好好 看小師長姿勢好不好 又來了 換一下敬畏好不好 看小師長姿勢又來了 你如果今天你去買一台車 五年之內 那你擔心他里程有沒有交過對不對 你就請前車主 提供給你 原廠法延制度做證 那前車主如果跟你說 可是我都沒有在原廠保養 那你還要買嗎 就要想 就不要買了嘛 很簡單啊 我去我換台了 你懂嗎 哪個人原廠保固 買新車原廠保固 然後他就不會有原廠 這人一定怎麼巨星否測 對不對 有的會說沒有啦 剛好我那個阿姨阿姨阿 在開小禮場 他就說原廠保固不好啦 你懂嗎 聽那邊那些理由 你就不要管他了 你去找可以提出原廠紀錄了就好了 這樣比較安全 因為你沒有具備我們的判斷能力 好再來最後一個 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真的真的原廠紀錄 有人會說阿 阿他就是那個原廠保養錢再調一下表 再去原廠保養 阿開開開開 保養錢再調一下表 再去原廠保養 阿他如果為了要賣他這個車這麼辛苦 我坦白說 你也沒辦法預防 所以我們很簡單 你要告人家殺人 你就是要有證據 那證據我們哪裡來 就是找證物阿 人證 物證 那我們就是得掃原廠紀錄什麼 如果真的所有的法規文件紀錄查出來 就真的這個車就是 沒有紀錄可以證明他有調表 那我們也只能認為他沒有調表 對吧 沒錯吧 對啊 那你就算你懷疑 你也只是懷疑 對你也只能懷疑 因為你不具備我們車行的判斷能力跟經驗 所以我常跟大家分享 我除了這些數字佐證以後 我還要看車主的樣子 啊 如果孤車的來 那張頭鼠 一副阿的 欸 跟你講話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 以前那種 不管是古裝劇還是那個 民粗的那種劇出來 欸 這個 欸 大爺阿 這個 有沒有 要不要裡面坐一下 蛤 欸 大爺 手要這樣 有沒有 幹這種 你看到嗎的 你填到他的話 你信嗎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那種連續劇都有 手要一直戳 一直看旁邊 不看你喔 眼睛那漂亮漂亮 大爺 今天貨色不錯阿 大爺 我們裡面坐一下 哎呀 今天貨色齊全阿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畫季色的演技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一下怎麼整理 然後觀眾朋友也期待一下 簡單的把它做一個翻新 少六萬多公里 影片也拍出來佐證給大家分享 好不好 那這個 期待我們的後續影片 下次見 拜拜 欸 我覺得網友真的很厲害 有人說 我猜是買梗 小詩哥的能力 可能不 可能看不太出來 這台車理神有問題 就算當下大意的 事後也一定知道 他還願意上片 代表一定有後續的東西 畢竟疫情期間 可能多想 想多找一些題材拍片 完全被猜中 感覺好差喔 啊 感覺真的很差 我看到留言 感覺真的很差 你知道嗎 他還有說 小詩你真的相信他只跑四萬六嗎 這很厲害 但還是有時候 很白癡啊 他說他相信監領站那套APP 我沒有相信啊 我從頭到尾 從他開始我就知道他下面有打 請供參考 從我進入這一個行業 通常這個監領單位下面都會寫請供參考 留言版 那有人就想說 10萬賣我我都不要 那下次如果有這樣車況 10萬都來賣我 沒關係 其實車子再怎麼 一個里程不準 當然車況再不好 他還是有一個價錢在 對阿 大家都講 這個3萬送我都不要 真的不要都來來送我 沒關係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還是 不是大家評估的這樣 還有什麼 有人說這個車是買回來當教材的嗎 感覺故事很多 我剛剛整集都要講故事 真的故事蠻多的 不過事故AV車不是啦 我們已經檢驗過號碼那些都沒有問題 如果事故車我可能就受不了 我就可能就真的要找前車主 叫前車主再去找賣他的 因為畢竟這個AV車這個是刑事的責任 這個就不能說像條表一樣 條表雖然也是炸雞也是刑事 我覺得人家賣我們一台車弄到官司殘身 感覺不太對齁 這裡就誰敢賣我們車 對不對 那當然我相信這個前車主他也沒有 我們去了解過他也不是惡意的 他知道然後他惡意來欺騙我們 那這樣我怎麼受得了 我們當然就是往上弄啦對不對 那沒有啦 車主還OK 好啦反正蠻多人的 都覺得說為什麼小吃覺得這個4萬多可以買 不過的確我講實在話好不好 我們收的這個價格 的確是有比市價便宜幾萬塊 是真的 因為有人說裡面有人分享 他說他才差不多時間 剛賣一台差不多的 賣23萬 所以我們收18萬真的是有比市價便宜 這是真的的確 他反正我們便宜收花幾萬塊 把該用的機械弄好 他骨子基本上OK的 好那我們就 照實跟大家講這個理程不準 講就好 從洞裡面看得到他原本的紅色 你看得到嗎 嗯 對阿貼紙也都還在嘛 所以就這樣看就知道 因為他有貼紙有可能是找沙漏的 那沙漏的 剛剛好找到紅色機率比較低啦 通常這種沙漏都是被撞到屁股啊 撞到車面包可以的啊 那你用他剛剛好都是紅的 所以這個 是沒有換過 再來第二個 你可以看他這個年份 車型年2010有沒有 如果換過的話 就不會那麼剛好 那可以111的 12的 13的 09的都有可能 反正馬自達車也沒什麼太多問題 該整理也整理好 應該就是一尾火龍 大家恭喜你啊 因為我中心推高 要講訂閱嗎 哎呀 哎呀 訂閱一下 各位觀眾 訂閱一下 最近打疫情吃解啊 很需要大家鼓勵啊 哎呀 哎呀 訂閱一下 這邊這邊 哎呀 哎呀 下次見啊 各位大爺 下次見啊